后加入的 后加的校园广播站 你的这个条件确实没他好 是因为喜欢他的声音 所以喜欢他这人吗 不是的 是我先追着他 后来呢 后来撒一块之后 就发现有许多的事情 他认为我太偏激了 他不理解我 行 咱慢慢说说 达成理解证据 从哪开始说起啊 小伙子 我先说吧 就是他之前特别温和 性格也挺好的 对我就是方方面半 都挺能照顾到的 但是后来我就觉得 他特别敏感 之前吧 我仅仅只是想让他 换一种穿衣风格 因为我觉得他吧 太瘦了 然后穿那种运动装 也不是很好看 所以我就想让他 换一种就是比较英伦风啊 可能会更好看一点 他因为这件事情 就跟我吵架 这有啥吵的 换呗 其实这件事 吵架的根本不是要换衣服 而是因为别的 就关于他的前任 我是一无所知 我也不太想去知道的 但有一次我们聊天嘛 就聊到他前男友了 他就把他前男友照片给我看 我一看才发现 原来就是想把我 变成他前男友的替代品 嗨 你想多了 是前男友就英伦风吗 是因为他也是那种穿衣风格 但是并不代表 我还喜欢着我前男友呀 就是嘛 可他手机里 还有他的联系方式 我想让他删了 然后他就不删 要跟我吵架 删没删现在 但是后来也删了 他因为这件事情 跟我吵得不可开脚 我真的是放下了嘛 他单纯的存在我联系人 微信里而已 我没有跟人家说联系 也没有怎么样 你是觉得男生太敏感了 是吧 对 你是无心之举 但是男生认为你是有心插柳 是这个意思是吧 明白 还有别的吗 之前就是 我不是那段时间 经常会速身嘛 然后会去健身房 然后我那段时间 就是关注了健身教练之类的 他因为这件事情 也跟我吵起来了 这有啥好吵的 这个其实很正常吧 就是假如打个比方吧 是我 我经常去看待一些 倍儿好看啊 长得特别漂亮 小姐的视频 然后被女朋友看到了 女朋友去生气 不是特别正常的一件事 就是我 这干嘛要生气 不是这还会生气啊 为什么要生气 吃醋啊 你吃什么醋啊 你吃什么干净啊 他就觉得 我觉得他就喜欢那种块大的 我明白 他吃那些教练的醋 是吧 没什么呀 吃醋也很正常 正常 但是他特别过分 我不是那段时间 经常去健身嘛 因为是私人教练 所以他就会给我 辅导一些动作之类的 他也说也没说 就来找我了 我是说都没说吗 那件事是这样 就是我们本来约好了 周末要出去看电影 然后要出去了 我给他打电话 就说叫他 咱们去看电影 他就说 今天我不去了 我在健身房呢 我不想去了 然后我想 你在健身房呢 我去看 你健身房 都咋断练的呗 我一看私教 就在那会儿 给他指导一些东西 那私教一看 就不像啥好人 你看到了什么吧 就那手啊 就放这儿啊 放那儿啊什么的 然后就上去 找那个理论去了 找谁理论 就那健身教练 你看他就这么想我 然后呢 咋理论的呢 我当时就说 嘿哥们 你这手往哪儿放的 这我女朋友 你注意这点 他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他上来差点就要 给人家动手了 你说他这么瘦 眼镜的块弄得大 要是真打起来 你看他是哥儿吗 而且特别激动 特别冲动 我激动原因 还不是因为喜欢你 威了你吗 但是你说 我觉得特别不理智 就任何 但凡稍微成熟 他说了什么呀 他上来就跟人家 就说你干什么呢你 你玩哪儿摸呢 就这样 特别过分 就马上就要打起来了 然后我连忙连忙解释 给他拽走了 你说这要是真是 打起来后果不堪设想 我实际上没有办法想 我也不太懂啊 两位领导师是 这个做健身对吧 就是那个教练都摸哪了 你能那个说一下吗 就是往腰啊腿啊 他在做什么辅导动作 就是辅导我瘦臀 这儿 对 是会摸到一些 所以我不找男性的健身教练 是真的是 因为他要塑形的时候 有很多他为了让你 找到那个动作的位置 那个感觉 女性教练会完全 就告诉你怎么做 或者告诉你哪使劲 就会嘟你那儿 就说你认为这是正常 相对来说是正常的 相对来说正常 但是看每个人的 自己的标准 明白没有 就是个女生吧 女生你觉得那个男教练 他的这个动作 有没有让你不适 不舒服 肯定是不会啊 因为如果他对我而做 很过分的事情 我也不会 那就不算 对 是的 因为这是有标准的嘛 但是他太冲动了 他觉得我不给他留面 你说哪怕跟我说一声 提前说一声也好 事儿不都过了吗 还有别的吗 还有别的吗 像这种冲动的事情 都不是一次两次的 还很多是吧 对 他还做过什么事啊 我就是比较喜欢出去兼兼职啊 多给自己积累一些社会经验 嗯 然后呢 我有一次就是去那个整形医院 兼职 然后去做销售助理 然后他 我就特别不喜欢他 就那整形医院 我怕他被那个整形医院 给忽悠着 也给自己动了点刀子 但是他 他特别过分 那天晚上当时加班 他就 跟我说都没说 就冲进来了 就跟人家主管 就说了一个特别特别过激的话 因为人家整形主管 脸上多少回动刀 就可能会为了美嘛 他就调侃人家容貌 说啥 很过分 说什么人家舌经脸呀 又怎样 然后一气之下 还把我给拽走了 那天啊 咱们是不是约好了 一大帮的人就等你 一块去吃饭 你一个电话过来啊 我今天要加班 我不去了 然后我想着去 去那块 就给你问问 你晚上吃啥 就给你带着东西 结果那主管 就有点像瞧不起我们 大学生的样子 就有点开始挤对我们 我一看你那脸 我也就怼了他两句 你这不对了 我觉得你这相对比较过分 他在工作呀 人家在工作呀 当时是有那么点冲动 哪怕过来跟我输一说都行 不然跟我教育 这坚军还有吗 太冲动了 没了 再就再也没做我 哪还敢去呢 是 人家心里也不舒服 对呀 这种事他干了很多是吧 对 就很偏激 我实在特别特别无奈 所以真的是 我听我干了一些事 不都是为你好啊 我为你着想啊 不是 你还为他着想了什么事 让他觉得不舒服吗 就我想着问家里要钱 去开个奶茶店 正好有两三个朋友 也都有这个想法 就开了一个 然后想把他顺便 叫过来一块帮帮忙 也别去兼职了 兼职怪辛苦的 然后他也不同意 你还好意思说 你那个奶茶店 你说你那奶茶店 开成什么样了 天天赔钱 那到最后一天 能卖出去几杯呀 还硬开 刚开始不挺好的吗 是 刚开始挺好的 那我当时我劝你 你也不听 我怎么说你也不听 你又不懂做生意 开点新的产品也行 他天天就开着烹调 在里头打游戏 玩游戏 就浪费时间 特别 我觉得你比他明白多了 那他开这奶茶店 还有拴你的意思 是这意思吧 对 反正都在一起了 是的 现在这奶茶店呢 现在这奶茶店 后来有一次放寒假 都要回家过年 然后就关掉了 后来也没再开了 就败了呗 投资就全完了 对 赔了些 赔的反正你们家的是吧 不心疼是吧 心疼 我看你不心疼 他就恨不得 把我绑在他身边 可咱一个月 才见上四五次面 而且都是在一个大学里 这正常吧 那在学校 因为是不同的专业嘛 所以就是平时上课不在一块 但是我觉得 两个人都还年轻 以后呢 就是时间还长着 现在应该为了自己 以后打拼 那你们关于以后 怎么打算呢 他想去生本 但我不太想去生本 专生本 挺好 然后你的打算呢 我是家里头跟我说了 就说要么就毕业之后 回去在家里工作 要么就让我出国留学去 然后他 我想着出国留学 他不是想生本吗 就把他带着一块 走了 如果他家就是 因为钱方面不让他出国的话 我家可以帮忙去 你看他多荒诞呀 他这么和我说 你知道吗 他说 我俩出国的钱 全都他家出 如果钱不过 我还跟朋友借 我这不怕你 因为经济问题 你不出去吗 但是你为我考虑过吗 我这不叫为你考虑吗 他只是考虑特别片面 本身我父母也不是很希望我能出国 因为我父母呢 也是做我这个专业这方面的 然后呢 你是学什么专业呢 工程造价 工程造价 对 你接着说 然后呢 父母是做这方面的 所以我可能毕业了之后呢 就在父母身边 而且我觉得我俩现在都还年轻 应该为自己以后打拼 他就想要把我捆在他身边 所以我真是太无奈了 我想一个人出国太无聊 把你叫上也挺好的 你看他像学习的样 带我出去不就是玩的吗 浪费时间浪费金钱 你们俩今天谁要来的 是他想来 他想分手 你想分吗 我其实还想挽留他一下 因为我觉得能遇到这么一个人 挺不容易的 你给我客观的评价一下 你女朋友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她很强势 强势 在外面面前就表现的 就是特别要强女强人一样 然后有时候内心也挺脆弱的 就有一次吧 她要出去 然后本来说中午要回来的 然后结果因为有点事耽误了 她晚上才回来 晚上我就去找她 质问了她几句 结果她当时就直接哭出来了 就觉得 哇 这个女生原来 也是有柔弱的一方面 那你喜欢她什么呢 很多她性格大大咧咧的 和她相处在一块 特别让人舒服 而且她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 我也不知道你喜欢是哪种类型 就是笑起来特别的甜 你喜欢她什么呀 她很细心 就我俩在一块的时候 就是经常会很照顾到我的情绪 男生喜欢的是女生的大气 女生喜欢的是男生的细心 男生喜欢的是女生的一个甜甜的笑 女生喜欢的是男生的照顾 这个倒是还挺对味的 现在女生可能觉得 男生有种种的这样的事 让她心有点拿不定 再加上可能又面临着毕业 对吧 对 男生希望出国 女生还有其他的打算 所以来咱们这儿了 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一起进入 新阳美容APP 秋比特问卷 那对于女生来说 就是 投入到一段恋爱当中的时候 就尽可能地把自己的心 多放在男生身上一点 当然我明白在某个时期 有不同的侧重面 可能这个时期对你来说 需要不断地提升和进步 但是既然遇到一个 对你不错的男孩 就同样要以不错的方式 来对待他 好吧 祝你们幸福 谢谢 你并不喜欢他幼稚的骄傲 你去交替他的穿梭也好 你去找男的健身教练也罢了 你拒绝他的奶茶店 和出国的资金需求也好 其实内心都是有一丝反抗 是 你不是瞧不起我吗 你以为我瞧得起你啊 你以为你家有点钱 我惦记这点钱吗 不是这样的 我要去实践 我要告诉你 其实你并不符合我的要求 所以在你心目当中 你并没有怎么把它当回事 你不过是认为 他是一个在学校当中 一个声音好听 幼稚 单纯 拿着家里几个钱来挥霍 追女孩的工资格而已 是不是这样 算是吧 多少有一些吧 所以如果你真的内心 是我所说的这种想法的话 那索性就等了点散 直接告诉他 谢谢他陪伴了这么一段时间 谈了一段似相非相的爱情 但其实你并没有心动 你没有什么大的缺点 唯独就是家庭环境可能好了一些 所以有些事情你想当然 你以为你有着一副好嗓子 你以为你有着比较优越的家庭条件 就可以去干涉别人的工作 可以在公开场合指责他与别的男人 你错了 一旦进入社会 这所有的一切都不将成为你的优势 更不能成为你吸引一个女人的优势 明白吗 好 谢谢陀老师 每个人想法其实真的不一样 我认为在这个阶段 我只谈我的认知 我认为在这个阶段 谈恋爱就应该谈成这样 有点小荒唐 有点小激情 有点小浪漫 有点那个小冲动 说走牵起手来就能走 如果在人生刚刚起步的这个情感阶段 连这种冲动都没有 那在我的心里只得出一个结论来 就是还没有爱上 没有那么多理由 其实说白了就是 坦诚面对自己的内心 有些人没爱上 你就说我真的不爱你 我对你只是喜欢 今天不一定就要做结论 但是今天一定要坦诚 好吗 现在一起进入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我知道 我以前有很多做错的地方 有你做了很多你不喜欢的事 可能因为我性格就这样 我比较小孩子气 希望你能原谅我做的以前那些 即使咱俩以后 就过了今天就 不再好了 好吗 我现在真的挺乱的 让我想一想 当时参加广播战的时候 你一上来一笑就喜欢上你了 一见钟情你懂吗 可现在 也许只是我单纯的一见钟情吧 guien 一 二 二 Blend 一 二 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